前两天我嫂子传了一个天大的喜事过来 说反应了反应两个双胞拍 我们现在特别的开心 今天给我嫂子带了一点东西过去 去看望一下他 来看一下有什么东西 一年多就在农村里面 为那些阿姨啊 省省啊买的土鸡蛋 这些都是很漂亮 看一下 那我放在这里面 一个一个的放好 待会就给他吃 这个特别有营养啊 因为都是纯天然的土鸡蛋 听到这件喜事啊 我们特别开心了 买了两个宝宝 这是多大的好事啊 啊 呀 这鸡蛋就准备好了 就带不进 因为买太多 因为这乡下的鸡蛋也是有馅 买不到很多 买多了也不好 因为它是天气热 很容易饭 吃完了再买 刚才我爸说 叫我们从家里炸一只鸡骨鸡 自己家里养的鸡骨鸡 送过去给我嫂子吃 煲汤给他喝 那我们走 那你家我爸 知不知道我嫂子排的 老爸 你知不知道嫂子排阴 排了两个 双都排 两个也双都排 两个 开不开心 开心 是的 老爸特别的开心 昨天看到我们回来也很开心 现在鸡已经炸到了 我们准备了 这个鸡 听我老爸说 养了两年多的鸡 特别好 但是也不大 养精多 那我们现在就送过去 第五鸡 给我嫂子吃 这里包了一锅 那个 营养汤 是我早上 我老婆 包了两个小时 看一下 萌萌的爱养 那我们现在送过去 走了出发 老子 你要不要进 以前我们结婚的时候 特别喜欢我 因为 自从我结了婚 跟我老婆在一起了 他看到我就 就怼了 很害羞 他以前特别黏着我 现在我们出发去第五鸡 给我嫂子送我一只鸡 一点土鸡蛋 一个汤 还有 这个就不收了 不知道什么 大家猜一下这里面 这一袋是什么东西 做一个鸡 我连夜跟我老婆到田里面扎的 走出发 你要去啊 你要去啊 你去等一下 住不下 在家里听话 现在我们已经到第五鸡了 现在把东西拿过去 哇 我拿不下了 东西有点多啊 我拿不下 我来给你拿嘛 是不是 来 我来给你吃 我到了眼就看见你 你看到我了 你什么时候回来了 我到了已经好久了 恭喜我们小猪啊 要煮八碗了 拿着 哇 那是啥 炖的汤啊 炖的汤 下次我去看一下 小风啊 好好好欢迎 走了 我们进去了 刚好遇到蛋哥 他端木下 我就一起拎一下 哇 跳伞 哇 广东东亮才回来了 是吧 哇 你给我啥呀 你准备打个卫生 你准备打个卫生 这广东不是啥呀 带来一部鸡 带来土鸡蛋 不是 我都马上要回家 还带鸡了 还买了点土鸡 土鸡多吃点 这是家里面土特场 二蛋有心了 后来的鸡蛋就别带过来了 这是土鸡蛋 谢谢二蛋 二蛋有心了 还有习惯 老师 昨天看到你的视频 说烦了两个宝宝是不是 对 我自己刚开始也不知道 后来之前第一次的时候 是一个孕囊 不知道 过来到室里面捡了两个 哇 可能是一个龙凤胎 不知道 这个不知道 这个真的是很好的消息 特别开心 那现在你就要好好调养身体了 比方吃点那个 下雨的土特场 等一下你胳膊贴 你给我抱汤喝 吃清淡点 对 辣椒现在吃的又比较少 对 没想到吧 一下子给两个孩子叫你叔叔 哎 是 一下子两个叫叔叔 哈哈哈 下次去帮嫂子带下小孩 一年抱一个 是吧 听得很早 但是我还是希望要生一个女儿出来 好点 因为我 你看我二嫂生了四个儿子 再生两个儿子 全都是儿子 全都是儿子 全是 全是 哦 是吧 不知道 反正不管是啥 现在我们也不知道是啥 嗯 对不对 反正 现在就是 是 调养 每天都是静养 养生菌 什么事都干不了 魏林师 你这几天那胃口应该也不好 是不是 尽量呕吐啊 是 现在硬租硬租 吐得厉害 像我吃东西也吃一点点 吃一点点又又又又吃不了多 像这酸的东西也好一点 是吧 像这葡萄多吃一点 我今天刚买过来了 是 吃葡萄 宝宝 长 眼睛大大的 眼睛大大的 又聪明 是不是 哈哈哈哈 还有我的那个小姨 还帝琪 也是 法宝一起过来 第二次来 小姨第一次来 来这里 看望我啊 又骑鸡蛋了 又骑鸡 就买水果了 买了这么多 抱一个了 对 其实我回家就可以了 对不对 过几天我们就回家 那我们回信 明天回信 我爸特别高兴 听到我嫂子说 买了送胞胎 晚上睡觉都可能睡不着 哈哈哈哈 更开心 我们也没跟他说 我们想回气 他看到视频 我老爸也被刷视频 回家给他抱个喜 没想到他也看我们视频 他叫我老婆开车 把里面记微镜 你们不用开车了 是 过两天回去吧 本来是前几天想回去 对 我有点事 就没回去 那我们就明天回去 被我嫂子一起回去 是 家里面现在还好吧 我老爸还能生啊 还好 还好 老爸生意还可以啊 我老爸70多岁 但是生意还是 硬朗的 7度9了 嗯 今天可以给他过80岁的生日 我们这里过生日 是提前一年过生日 他是不过 上次我们说了 他说不过 不过生日 到了那时候再说嘛 特别巧 我回来 我哥就那天早上出镜 也没办法嘛 大家都知道了 你看压力也挺大 吃个儿子 我哥 我二哥很勤快的 每天 一个人做事 在场里做事 是数一数二的 就是 特别快 向他学习 我跟你讲 你俩都向他学习 所以学面比较快 以前我给我二哥也是做鞋子的 他是我的师父 我老子跟他吵架 我说不行了 我说不行了 那些两兄弟 都要像你二哥那种精神学习 你看他这么大的压力 对不对 但是他一样的把他扛进来 把家里搞得妥妥的 是不是 房子该建房子 该建房子 这次回去 什么都搞了 把那个二楼房间又装了一遍 对 是不是 又搞了一个房间 搞了一个衣柜嘛 搞了几千 那又多了个房间出来了 对 就卫生间旁边那个房间 他把他搞好了 对 我们真的要向他们父亲俩学习 要努力 要创造 要努力去拼搏 以后要属于自己的房子 对不对 不可能我们一直住在他家里面 因为他四个孩子 长大以后 每个人自己要一个房间 对不对 慢慢长大 如果我们是遇到了这么好的 那个 你是要二嫂我叫弟兄 是吧 如果没有他两夫妻 那格局我们也不可能做了他家里面 是 嫂子 你现在反映了 硬吐厉不厉害 我昨天吐的要死 昨天吐了一天 好难受 今天肥好一点 吃一点 开胃的好一点 那我多吃这些 葡萄 多吃点这个 水果 要吃一点 嗯 其他那些什么榴莲啊 那些都不能吃太多了 嗯 他吃的少 少吃点 多吃的就会吐掉 嗯 李子可以吃 李子啊 李子他们说叫我少吃 要多关心叫早吃 他一定吃六顿 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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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过的特别好 哈哈哈 一天吃六顿 我们吃三顿 哈哈哈 半夜半夜要吃一顿 你 超过好不好 我只是少吃 少吃多餐 嗯 是 那就这样说 那我们这期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拜拜 拜拜